屏東先議員何春美利用議會總質詢時間 邀縣長周春敏 副縣長黃國榮 秘書長邱黃照 崇漢時位局處長到高樹鄉會CAM 先與鄉公所討論高樹鄉建設改善議題 包括公所 鄉民代表會及鄉農會團隊都與會 一起為建設高樹努力 這個觀光所在有流動平衆 這個觀光所在有商店街的 這個觀光所在有天朝廠的 何春美指出 高樹鄉新峰清水公園 已建置清水區 草坪 景觀廊道等設施 但卻沒有公測 希望向縣府爭取經費 來打造聚在立意向的廁所及灌洗室 此外也請縣府協助踢動污水下水道 設置農業廢棄物佔置場 公立拖映中心 以及於大金瀑布規劃光影展 包括水利處 文化處 社會處及環保局長 都在會議中報告相關計畫的進度 縣長周春美也允諾改善高樹建設 擦亮高樹品牌 讓高樹被看見 我們就是要努力讓高樹被看見 在公所討論結束後 一行人到高樹鄉新峰清水公園會堪 目前清水區於特定節日公所才會規劃開放 曾吸引萬人到訪 目前急需設置廁所 灌洗室及提升公園安全性 施作排水溝護欄工程 廁所是一個景點 我也是希望說在設計的方面 就馬上把農特產介紹在裡面的一個故事 也行啦 屏東最北 高樹最美 這就一個石頭梗 所以我選定由我們新峰清水公園做一個出發 來帶動整個平北的這一些觀光經濟的發展 集合我們的農特產品 那至於目前 因為礙雨有許多因素 它建設還需要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做一個常態性的開放 很多的觀光的景點 我們做一個更精緻 更美麗的一個設計 更友善的設計 歡迎更多更多的朋友 來到屏東最美 最北 高樹最美的地方 縣府表示 建置新峰清水公園的設施 設置農業廢棄物戰製廠 工地拖嬰中心 及大京瀑布光影展都已經開始規劃進行 另外污水下水道工程 改善社區公園等計劃 將會和地方共同努力推動 讓高樹更進步 記者張如音章志豪 採訪報導 警方建議員 李宗盛 林鄭議員 在這幾個地方 和地方 與他設計的地方 有些加上的努力 還是也只是總共用 在馬不得力 我們在這裡 吉傭 林鄭議員 為大京瀑布光影響 鄭議員 林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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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議員